历史上十大荒唐皇帝,唱戏北山耳光,日日醉酒不省人士,他们还做了哪些荒唐事?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可以划分为三个派别,一个是历经图治有所作为的,一个是傀儡皇帝无可奈何的,一个是荒淫无睹昏庸无道的,历史上还出现过十个荒唐的非主流皇帝,他们身居地位却不问正事,误国误民,追求另类,那么,他们究竟做了哪些荒唐事呢? 订阅瑞历史,带你了解更多趣味历史。 第十名,一个人就是一支乐队的高伟,高伟是南北朝时北齐的第五位皇帝,国力渐衰,朝纲稳乱,根本不闻不问,还自称无忧天子,玩得花样也别出心裁,最雷人的就是他自己作词作曲,抱着琵琶自弹自唱,唱到尽兴处,还命令上千名太监,奴婢一起给他伴唱,场面宏大之极,火爆程度不亚于现在的男团女团,堪称乐队组合的开山鼻祖。 第九名,大搞时装秀的皇帝宇文云。 宇文云是南北朝北州的第四帝,荒银奢侈,但他最雷人之处,莫过于钟情服装另类,每每别出心裁,装量半裤,我们看看他的装束,头戴高高的通天观。 身上是金蝉座的事物,携配几尽夸张的大寿袋,要是赶在今天,这人一准会去替行台上亮亮相,自己这么臭屁,却发布命令。 除工人外,天下妇女一律不准涂脂抹粉。 第八名,耍杂技耍到自残的销宝卷。 南北朝时南齐的第六代皇帝,此人不爱读书,嬉戏无度,常常通宵补蜀,取乐,不理朝政。 更雷人的是他还酷爱杂技,已知到了痴迷的程度,他亲自对一些杂技老节目进行搜集整理总结,甚至还自创了许多新节目,比如他仗着自己力大如牛。 将七张五尺长的木质道具扛在肩上,让演员在上面翻腾,自己表演用牙雕撞目的绝技,结果弄得满嘴是血。 他还为自己设计了一套戏装,穿着戏装在后宫打得闹闹,追逐嬉戏,皇帝做到这个样子,也真够难为他的。 第七名,打马球中状元的皇帝唐熙宗。 唐熙宗可谓是另类到了极点,除了不喜欢朝政外,爱好十分广泛,他喜欢算术,音乐,下棋,斗鸡,赌鹅,促鸡,骑射,剑术,而且无不玩的精料,特别是对打马球,十分迷恋,而且技高超。 他曾经很自负地对身边的幽灵师野猪说,朕若参加机球进士科考试,应该终个状元,要是在现代,参加奥运会拿个马球比赛,金牌也未可制。 第六名,一天不干木工活就手痒痒的皇帝明熙宗。 明熙宗猪有效,自幼便有木匠天分,不是朝政,整天沉迷于刀具斧凿油漆的木匠活之中,而且技巧娴熟,一般的能工巧匠,只能望尘莫及。 凡是他看过的木区用具,亭台楼屑,他都能够做出来,这哥们绝对是个天才,而且凡刀具斧凿,单轻柔漆之类的木匠活。 他定要亲自操作,乐此不疲,甚至费紧忘食,真是生错了地方,李湘拍的十全九美,原形恐怕是他。 第五名,喝酒,绝对大师级的王熙。 按说喝酒作乐对于皇帝来讲,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可是喝酒要喝到大师级,就不是随便谁都能做到的了。 王熙是五代时期敏国第五主,好贪悲中之物,酗酒成性,可巧皇后也好贪悲中之物,真是臭味相投。 这二位每天供饮,不醉不休,丑态毕露,朝政交与宠妃打礼。 一次,王熙与宰相李光准一起喝酒,喝醉后争执起来。 王熙命令武士将他推出去斩首,李光准被拖到行长酒都没醒,奸展官没敢行刑。 第二天,王熙醒来,还找李光准,感情昨天的事忘了得干净。 第四名,热衷于祖团旅游的皇帝杨广。 史上还没有哪一个皇帝像隋阳帝杨广这么热衷于旅游开发, 他在洛阳西郊建筑的西院占地方约二百里,院内有海,海中有岛,岛上有隔院内还有十六个院落,由各非主管,负责接待。 杨广则带着几千宫女骑着马在院内游览晚上,晚上在妃子主管的招待所夜宴。 大运河修通后,他先后三次大规模出游,随行的旅行团,包括嫔妃大臣乘坐的船就有几千艘之多, 自己则在四层龙舟之上饮酒观光,这伙恐怕现在哪个旅行社也接不起,为了方便游玩。 他还专门建造了一座活动的宫殿,官风殿,下面有轮子,可随时拆装,能容纳数百人,省去了住宿的麻烦。 你还别说,这老小子还真是个干旅游的材料。 第三名,当和尚游引的皇帝萧衍。 萧衍南北朝时南梁的创建者,信奉佛教达到痴迷的程度,一次去拜佛,说什么也不回去当皇帝了。 要就地出家,做了四天和尚后,被大臣们哀求着回宫。 回来后想想不对,因为和尚还俗要向寺院赎身,于是财政上拿出了一亿钱把他的肉身算是赎了回来。 这样的是后来还发生过三次,够一心向佛的吧。 他不理朝政,却写了大量的佛教著作。 他根据聂经等上乘佛教的内容写了,断酒肉文,首次提出佛教徒不可以吃肉的戒律,并以身作则。 每日只吃一顿饭,不沾酒肉,住小店暗室,一顶帽子戴了三年,一床被子盖了两年,瞧着皇帝当的。 第二名,当响马,乐在其中的皇帝高从海。 高从海是五代时期,南平第二主,不喜朝政,却有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嗜好。 喜欢当响马,经常掠夺南来北往途径自己辖地的使节,乐此不疲,而且敢作敢当,并不否认识自己所为。 一旦别的国家交涉讨伐,就会恬不知耻的原物缝还给人家,脸上毫无愧色,此宫就是徒一乐,人送外号高赖子。 第一名,唱戏被善耳光的皇帝李存旭。 李存旭是五代诗国时期后唐的建立者,自幼喜欢看戏,演戏。 当皇帝后,常常面涂粉末,穿上戏装,登台表演,不理朝政,并自取一名为李天下,有一次上台演戏。 他连喊两声李天下,一个灵人上去扇了他个耳光,周围人都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李存旭问为什么打探,灵人阿虞地说,李天下的只有皇帝一人,你叫了两声,还有一人是谁呢? 李存旭听了,不仅没有责罚,反而予以赏赐,灵人备受宠幸,可以自由出入宫中和皇帝打得闹闹,侮辱戏弄朝臣,简直荒唐到了极点。 唐一宗李璀,是唐朝最后一个以长子即位,而且是最后一个在长安平安度过帝王生涯的皇帝。 然而,一宗在位十五年,交涉银翼诸如勇,不思进取,宠幸宦官,迎奉佛谷,面对内忧不知其微,遭遇外患不觉其难,把宣宗在位期间重新点燃起来的一点希望之光彻底熄灭了。 大宗十四年,即一宗即位的第二年,二月安葬了宣宗,十一月改元为贤通,使用这一年号,据说是因为宣宗所作的一首曲子中有海月燕贤通的句子,一宗改元时记得他的父皇,但君陵天下以来的言行举止, 却几乎看不到宣宗的影子,贤通之政与大宗之政相比也是相聚遥遥。 不可以道理计,新唐书的作者说,一宗是以昏庸相继,正是对他的综合评价。 一宗在位期间,对宴会,乐舞和游玩的兴致远远高出国家正式,对上朝的热情明显不如饮酒作乐。 一宗在宫中,每日一小宴,三日一大宴,每个月在宫里总要大摆宴席十几次,奇珍一宝,花样繁多,除了饮酒,就是观看月宫幽灵演出。 他一天也不能不听音乐,就是外出到四周游幸,也会带上这些人。 一宗宫中供养的月宫有五百人之多,只要他高兴,就会对这些人大家赏赐。 动不动就是上千贯钱,他在宫中溺烦了,就随时到长安郊外的行宫别馆。 由于他来去不定,行宫负责接待的官员随时都要备好时速,音乐自然也不能缺少,那些需要陪同出行的亲忙,也常常要备好做起,以备一宗随时可能招呼他们外出,搞得大家苦不堪言。 资质通鉴中说,一宗每次出行,宫廷内外的护从多达十余万人,费用开支之大难以计算,这成为国家财政的一项沉重负担,对于一宗的游艳无竭,担任剑官的左施翼流退提出劝谏。 希望皇上能够以国事为重,向天下展示出体恤边将,关怀臣民的姿态,减少娱乐。 对此,他根本听不进去,闲通四年二月,一宗竟将高祖县陵以下到宣宗真陵时,六座帝陵统统拜了一遍,司马光说,拜师六陵,非一日可了。 唐朝皇帝陵墓坐落在关中卫北高原上,1986年春天,笔者因隋唐考古学课业,随师门高一乘坐专车考察关中堂帝十八陵,个别陵还没有到,还足足用了近两周,古时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还要带上众多的随从,祭祀物品。 必定不是三两天可以来回的,游乐和歌舞,成为一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在他的表率作用下,整个官场也都弥漫着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风气。 晚唐,著名诗人,维装师中有弦通时代物情奢的说法,他所勇摇持艳霸归来醉,笑说君王在月宫,正是对这一事态最好的描绘。 一宗是一个极端爱慕虚荣,浩大喜功的皇帝,这从他尊号的数字之多就可以看出,尊号就是为了表公明德,每逢皇帝家尊号一定要举行隆重的仪式,要向全国颁布诏书。 同时举行大赦,贤通三年真摘群臣给一宗上了瑞文明圣孝德皇帝的尊号,但是他感觉还不满足,到贤通十二年真摘,再上了十二次的尊号,瑞文因五名德之人大胜广孝皇帝,唐朝的皇帝中,高祖,太宗, 都没有在活着的时候加尊号,此后皇帝上尊号基本上都是四字或者六字,有的达到八字或者十字, 玄宗曾给自己加了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正道皇帝十四字的尊号,并给列祖列宗一律追加了尊号。